今天就來到香港東環電話節上面的 香港電競音樂節 我們就碰到子龍 因為當時不是碰到我們 一直都在合中間 所以子龍就今天原來來一個cosmacial現場 本來一早跟一大隊一起 看看人家如何衝進場 甚至要自己衝雞擺在東西 然後中段就出去了 要做些東西再回去 晚上主力就在香港電競音樂節做明星 往年就在下面的台 今年就分了和電競音樂節 這個台比較適合一些 所以就上來我們三樓這裡 而往年都是兩個一組的模式 就是有表演和有一種類型 可能是跳舞又好 或者是有其中相應的對法和動作 所以很驚喜在今年 因為現在大家看過這個場的螢幕 就是看到我們訪問參加者的雙腳 究竟他們今天有什麽夫妻 我們暫時多數是未太知道的 挺有趣的這個情形 我們這個情況不是這樣 不是有時計 這個 這裏舞台高很多 我們可以看下面的情況 在一樓那裏 那裏 那裏 感覺是 金比可不容易 金比多了很多 這些模特兒 因為真是反電競事物 所以那個看法就算不太多了 因為以前的這些模特兒 很現代化多了 我覺得這裏 我覺得這裏 我覺得樓下做倫敵 樓下都有大部分很多 這裏是神經病 我明顯是打機 電影 這個high-tech 也不強很多 但我覺得這裏 會影響了參賽者的質量 這裏都是這麼多 我發覺這裏 這裏有一個質量 那裏有一個質量 很厲害的 因為現在 除了淘寶的文化 以及這個食癢之外 其實他們在淘寶買了某些東西回來 都在改裝 已經是有很多水素 當然有很多 像超人品等那裏 他自己有提供 開始做到鴿 對 但是有些配件 有些文料 都比起以前 真的用卡紙 和字幕去製造 漂亮 有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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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有一段很短時間 我都碰過 不算是很沉悔 就試試玩 有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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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識了一大班 很厲害的 有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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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 接觸的朋友 是比較多漫畫 動畫 但是過去這四五年 就是Cosplay Game 的作品 對 多得很厲害 我想 真的跟社會文化 福氣有關 因為大家現在 不容易找到一些 很 Vicon 動畫 作品 去Cosplay 但反而遊戲 就真的鮮明很多 這個 例如可能 陸關章 他的角色是怎樣 用什麼武器 等等 比起動畫 漫畫 的 歡迎各位來到 香港電競音樂節 動漫電競 Cosplay大賽 2019 將於五分鐘後 在小舞台進行 日本人 力動漫音樂組合 Angela 也都將會現身 帶來驚喜演出 歡迎前來 GOSO WELCOME TO THE EASPORTSLINE FESTIVAL HONG KONG 有一年 他們真的不是開放了交階段 亦都有一年 已經開放了高彈 你看到 如何要做這些 名字令到 身體可能 浪漏起雷影 甚至 整個機關 令到 或者其他 機械器才可以用 不過這些真的 我覺得 香港電競音樂節 一想過 這個 這就是 日美人親 賦曼音樂組合 我跟他說 很適合 旅行 旅行 在這裡 我也很驚訝 COSBABY 我們上次 我本來有少許參賽者 但我看過 你今天有什麼收穫 哇 今天收穫了 哇 多辛苦 多多多多電 終於有到 對 買到一隻 前線是很限量 另外 原來 會叫來的嗎 是 這個低調,這個不是換掉 剛才不是說出去工作的,就回到電台,直接去學本部 所以是剛好得進去 真是不知道,正攻去你才是 謝謝,謝謝 那你住口,你真的不知道 宋大最高電擊我覺得 低調的,公司不喜歡我們到處講的 都是播Internal去參加 鼓勵一些努力的同事 因為其實那個榜長期在電台都看到 是啊,那個電擊榜看到 所以都是公愛的 另外就買了這個給我的太太 哦,你的太太嗎? 是啊 小悲象版本的杯頭 好啦,就買了這麼多東西,有時間去逛 好啦,你只有一個老婆 乖乖老公24號,老公兼24號 爸爸了,準備了 我經常覺得玩具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經常想多 只要他一起玩玩具 他就明白那種樂趣 因為以後入關都容易一點 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玩具都 我覺得不是說你跟草蟹很大量 或者是很差 其實都是在家裡的一種 是的 適量啦 是的,所以有空帶去旅行拍照 其實很開心 我一帶過,我和老婆去台灣旅行 我帶一隻PVLHUB 還要帶一隻CAP woman 然後就跟他拍拖 對,可能是我兩個PVLHUB的粉絲 就是可能你是嬰兒子 或者你一齊可以扮大小年公的街 是啊,到時候他會扮BAD GIRL 應該是 插加了 插加了 我和爸爸就很好評判 一來,二來不要太小步 就是我作為爸爸的丟女 對,對,對 所以現在都看少了一些小部 BAD GIRL 他是多少作為企判 對,沒辦法 他決定他的裝扮 而其實你做COSPA 你要用這幾個方法 去全力去做嗎? 其實第一,一定是會在他的環圈 因為始終是COSPA 第二,其實現在的COSPA比賽 除了你講到三次外 不過在幕後幾分鐘 你終於有一個表演 我知道可能在電台的關係 我對一些技術的東西比較敏感 例如他龍的對白 那些聲音,我自己敏感 其實不太影響他們的表演 但反而有些 你上到台跳舞一樣 你是不是很用力 或者很用心去做 在動作 或是很輕巧 隨便說 砍你 我說我說 你是見得到你這樣做 所以其實上到舞台 就真的要變成一個表演 你就真的要代入那個角色 這個投入度給我 是給的很明顯地 我覺得很難的 當然在這幾個世代 這些年輕人 他們做的 很多時候都很努力 和很投入 所以我覺得 你應該說很難的 而且很大膽 不是小步的 不那麼簡單 有時他們大膽做到 連舞台上的道具 都變成一個巨大的魔物 就變成本身有兩個角色 就是一個A一個B一種 就變成好像有三個角色 一起打 一起玩 這個大膽的嘗試 都是值得比創意粉 對 那我們訪問就到這裏 因為其實不只要 真的要適合 要快點做 就要去做評判 對 所以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恭喜你 多謝大家支持 繼續支持 好 拜拜